好 感谢和民先生对于这篇文章的批评 接下来我们就要让和民先生来讲一讲自己的观点 之江新军闽江新军现在到底是不是已经不是保护伞了 为什么我们听说传言之江新军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唐一军也被查了 这个是到底靠不靠谱 唐一军到底是在哪个环节上出了问题 和民先生 唐一军这个人就是说你单约是浙江人 所以你就叫之江新军 确实实实他也升得比较快 尤其是当辽宁省省长的时候 大家就觉得他很快可能就接书记 接了书记弄得不好就进政策局了 如果在东北再搞一个这样的 因为东北未来是发展重点 就有可能没想到他就到了司法部 一般来讲省长进于这个司法部长 也可以说是升了一下 如果你是省委书记当一般的部长 其实是降了一下 因为省委书记是一方大约嘛 但是他是省长 但是省长没有让接这个书记 当时我记得好像是省委书记是谁反正调走的 他应该就是说接省委书记 没有想到当了这个司法部长 哎呀 司法部长就现在跟陈建市公安局局长一样的 是绝对的倒霉的一个单位 就是好像你有点什么问题先把你扔到司法部 我觉得很奇怪 所以傅政华呀还有这个之前的这个吴二英呢对吧 这个已经倒霉了现在他可能是第三个 啊唐一针这个人呢听说啊就是江湖传说啊没有任何的啊官方消息的求证啊说他是这个这个啊在开会的时候在南昌啊就说尹书记找到一点什么事啊尹鸿啊就从上海调到这个河南吧在河南当了什么河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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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 就是省委书记啊那么说了叫他出去就叫走了已经叫走了好几天上个星期啊我们就发消息给李奇说有谁就跟我说了一下但是没有得到证实过了几天现在还没有消息还没有消息呢官方没有消息我们只能说是传闻还不能求证对吧到底是出去问问话就拿倒了还是说呢就禁止以后出不来哪一天中纪委宣布我们并不知道但是我要强调的一点呢就是唐一针 你一个意义来讲呢他不是习近平的人啊或者说甚至有一些现在的所谓的之江新军呢他的政治派系啊早期还跟习近平没有关系 那么唐一针他是原来的浙江省委书记从辽宁调过去的一个省委书记叫李泽民还江泽民那个泽民啊当秘书啊当了秘书之后他也是知青啊应该是有一点家庭背景 所以他当知青的时候换了好几个地方啊然后当了李泽民的这个秘书李泽民一下来啊他就到了宁波 所以宁波本来要用啊这个时候呢身体不太好听说就是就当了一个政协主席解决一个啊一个一个级别就拉倒了 没想到后来江湖又重新出现啊当了宁波的市长当了宁波的市委书记啊那当然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职务了啊当了省委副书记 这样一步一步爬升被列为了浙江新军的重要的一员 但是今天有一个学者啊他真的是很了解情况 他说浙江嘛你赞扬浙江很多 但是浙江人有一个毛病毛病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说把生意场和官场啊混淆在一起啊 谁啊发了财啊大家都去支持他啊浙江人倒不是那么去车台 谁当了官啊也是感觉自己是个啊加上荣耀也好 尤其是关系的一个荣耀啊就跟生意混在一起 所以浙江的生意人啊这个这个跟官场关系是不错的啊 官场也不是说当了官以后就把生意上就完全不带回上 所以这种就是说比较亲密的关系啊 官场和商场啊分不清楚以后就很容易使这个官员啊 沾上一些麻烦沾上一些麻烦其实也不仅是浙江新军啊 浙江新军有可能被查 那么之前的这个福建出来的一个人本来已经调身到了这个台办当副主任准备升官了对吧 好像当了常务副主任后来也是下台了 我觉得习近平全力稳了之后啊他现在不管是谁对吧 只要他眼睛不顺眼啊或者是有了问题 眼睛不顺眼就把他贬值掉之后退休对吧 很多在浙江跟着他一起干的人早就退休了 早一段时间有一个这个小人知道吧就是叫四人帮嘛对吧 四人帮那个照片到处流传了 说当然怎么能让 完全胡扯 那个里面只有一个人是真的就是李强 其他几个人都下来了 都退休了 也是习的大面啊也是习近平当年的红人啊对吧 我不知道因为那个照片比较模糊吧 但是我们也在以后来仔细看有朋友就说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啊 所以对于习近平来讲他甚至有时候还要拿自己旁边的人开刀啊 是作为他的一个啊这个就是一网水端评嘛叫啊 就是要你们就讲不是就是说我们这家新军就只能升官 不能这个不能被查这个还说不定的啊 就是唐一军的事情啊大家可以仔细去看看今天的点点今天事啊 点点今天事的这个点点新闻里面有对他背景的一些比较详细的介绍 再来clock